来我吃一下它跟那个Custard一起的味道 麦片苹果派的材料是 四粒苹果 1.5杯的麦片 一手掌的葡萄干和杏仁 一茶匙的肉桂粉 0.5杯的椰子油 还有两汤匙的糖 最后是0.5杯的红糖 首先第一步我们要把苹果皮削掉 然后再把苹果切成这样一块一块的 然后再把全部放去一个大锅子里面 我们在这里是用青苹果 就比较偏酸一点 如果大家喜欢吃偏甜的 你可以用红苹果 过后我们用小火慢慢熬煮我们的苹果 直到它长这样子 如果我们把苹果切成几千苹果 然间的苹果 然间的苹果在上面 然后,将苹果切成几片 搅拌均匀过后 我们就把它放在旁边 让它凉 清果凉了过后 我们可以把我们一手掌的 resin夹进去然后搅拌 然后我们再放 我们0.5茶匙的肉桂粉 进去然后再搅拌 现在我们要准备 我们的crumble 我们准备1.5杯的麦片 然后再将一部分的麦片 拿去搅拌机里面 打成碎碎 过后我们准备半杯的 椰子油 如果家里没有椰子油的话 可以用butter来代替 然后我们准备半杯的红糖 还有我们的杏仁碎 一起倒下去 炒到它们有粘在一起 好像cluster这样子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cluster 就倒在我们刚才的苹果上面 过后我们放进烤炉里面 烤20分钟 然后180度 烤到上面黄金黄金就可以咯 过后我们可以准备我们的custard 然后把它放进微波炉里面 融料 然后我们倒在我们的crumble上面 如果你想要画龙点睛的话 你可以再加一小块的碗尼拉 ice cream在旁边 会更好吃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